晚安 歡迎收看7月16號的台視 晚間新聞 我是乎凱文 受到太力颱風外圍環流領響 南部不少地區下起了強降雨 在台南七谷區三谷里 因為地勢低洼 加上正在施作水利工程 多處民宅外一度嚴重積水 大雨下個不停 民宅外頭出現淹水情形 積水淹到整個小腿 民眾泡在水裡根本寸步難行 眼看情況危急 警消立刻出動協助民眾預防性撤離 救護車涉水開進民宅前 眼看有富人行動不便 也送上救護車協助安置 受到太力颱風外圍雲性影響 台南七谷區三谷里 16號中午降下強降雨 短短30分鐘 累計雨量就達60毫米 而就怕雨是持續危急居民安全 警消也前往現場協助 將老人家接往當地活動中心安置 等到積水退去後再回家 好 老人家住在這裡怕一個 台北的東西都害怕了 眼看家具泡水 居民心疼不已 只是怎麼會忽然淹水 據了解由於當地地勢低蛙 加上最近又在施作水利工程 短時間強降雨消退不及 這才發生積水情形 好 在警消幾時協助 這才沒人傷亡 而另外在屏東恆春15號晚間 同樣也有大雨侵襲 傾盆大雨伴隨強風 只見屋簷排水處 雨水直直倒灌 降雨量驚人 儘管颱風預測 對台灣無直接影響 但中南部恐怕有局部較大雨勢 也提醒民眾出門在外 還是帶把傘防範 即使台南屏東做不到